抗疫期間減少外出 因此花蓮縣蔬菜運交合作社 推出了花蔬安全蔬菜箱的宅配服務 花蓮縣政府日前前往視察 關心農友蔬果銷售情形 花蓮市農會生鮮處理配送中心表示 因為有機耕作面積有限 產量也有限 需求超過平時的3到4倍 等到下個星期農友的產能穩定之後 會再持續來提供宅配 由於花蓮好山好水 有機耕作面積廣大 農產品生活本地 以及外縣市消費者青睞 加上疫情衝擊 許多民眾逐步出戶 為此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 推出花蔬安全蔬菜箱材配服務 日前花蓮縣府前往視察 花蓮市農會生鮮處理配送中心 關心農友蔬果銷售狀況 在近期疫情的關係下 我們現在的出貨量 在於過去都大概是2倍以上 所以目前我們在當地生產的蔬菜 水果的部分 透過這個蔬菜箱的部分宅配 其實目前對花蓮農友生產的蔬菜 比較沒有什麼影響 相對下還有比較大的一個收益的部分 我們花蓮市農會推的有期材配箱 是以六葉菜為主 然後裡面有四個根莖 然後兩個菇類 然後我會配一個隨機配一份水果 然後另外我們搭配一份是花蓮市農會 是有產品 紅磷麵線或麵條隨機搭配 因為我們主打的是花蓮的有期蔬菜 可是有期蔬菜面積跟做產量 本來就有產地的限制 所以我們因為已經我們推出三個禮拜 其實我們的量能已經都超越四倍到五倍 其實所以這個時候剛好產能有一點弱 所以變成說我們就這個禮拜 可能會善停財配 等下禮拜 農友的產能恢復以後 我們再續續推出這個財配箱的活動 花蓮市農會蔬菜箱內含多樣蔬菜 菇類以及水果 搭配紅磷麵線或麵條 花蓮市農會生鮮處理配送中心表示 因為花蓮有機跟做面積有限 產量也有限 需求超過平時的三到四倍 待下週農友產能穩定後 將再持續提供宅配 記者長幫眼 華蓮市報導